高凌波也站起身来 抬脚迈步向外走 再也没有看平王一眼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事就要丢开 去做有意义的事 高大人 你可以回去 陈少转身说 幻音才落 就见高凌波撒脚大跑转过电侧 向后去了 陈少等人目瞪口呆 这混账 大家忙抬脚追上去 拦住他 四面的进军班职 涌涌而上 高凌波却高举双手 竟然拿出一条玉腰带 他高声树梅鹤道 陈高凌波 受新帝所托为陛下尽忠 臣乃太后金旨 闻陛下太后有样 前来探视 谁人敢来 声音响亮的送出去 果然让围过来的禁军们站住了脚 那是新帝赐他的腰带 陈少叹口气摇了摇头 这也不是要瞒的事 早晚昭告天下 早晚 陈少心中痴笑一声 只怕此时已经在京中风一般的传开了 天子寝宫内 太医门继续施针用药 皇后带着飞瓶公主们退开一线 虽然承娇娘说她治不了 但因为高凌波的事 陈少等人离开 再加上皇后又低头是累 一颗心都在皇帝身上 竟然没有人安排她的去留 所以 如今她还站在殿内 有人走进她的身边 静安郡王声音嘀嘀地问 怕吗 承娇娘转头看她 静安郡王头发衣衫还湿淋淋的 想来 乱哄哄这种大事状况下 也没人顾上让她更换衣裳 不知道是不是头发打湿的缘故 她的脸上 看上去更加的棱角分明 眼神忧深 承娇娘说 怕什么 话音未落 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连杖猛地被掀开了 陛下 高陵波喊着 扑通跪倒在地 向前跪行 口中喊着 眼中意识流泪 陛下 皇后 闻声忙从一旁过来 才要说话 高陵波的视线 却落在承娇娘身上 她树梅鹤道 陈大人 说什么外臣不得入内 那她是怎么来的 她转头看着跟进来的陈少等人 伸手 指向承娇娘 陈少 沉着脸说道 陛下本来在朝会 传找承扬子来 是要问话的 陛下 要问什么话 高陵波立刻大声地追问 此言一出 在场的官员们神色微微一变 他们不由下一时地回想 陛下要问什么 陈少沉声喝道 这不是高大人需要知道的 高大人是来问这个的 还是来探视陛下的 高陵波一句了 并没有再追问 而是话头一转 他怒声喝道 那监陛下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他还在宫里 让他进来了 却要阻拦我 听起来倒像是小孩子 撒脾气胡闹 这高陵波 不会也像贵妃似的 受刺激 癫狂了吧 皇后开口说道 高大人 丛娘子是本宫请来 给皇帝诊治的 高陵波的视线 看向皇后 欧了声 他眯起眼 闪着危险的光芒 慢慢的说 哦 是这样啊 是皇后请来这个 知道何时有雷 如何引雷 敢与陛下立誓 输了引天雷 紫辟的成娘子 给陛下诊治啊 此言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 神情大变 视线输的 凝聚到成娇娘身上 如果 西北喝茶边重 我一凶门 抚恤得当 死得其所 并无不公 民女 既然要万民听我诉 必然 还要万民听我告 怎么告 民女 自罚天雷 在场的官员们 耳边 回荡着这句话 再看那边的 角落的女子 神情都古怪起来 还有人 下意识地 后退一步 似乎 要站得 离这个女子 远一点 天雷灭 天雷灭呀 天子寝宫内 气氛变得 诡异起来 当初 成娇娘 为义兄们 真功 在皇帝面前 立下了 天雷灭的誓言 虽然 当时在场的人不多 但 鉴于 成娇娘的名头 越来越大 身上的传奇 也流传甚广 所以 这件事 自然 人尽皆知 这就是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你靠着 这些妖言扬名 那么 便要因为这妖言 而引来杀头的刀 高凌波 看着站在这边的女子 眼中闪着光芒 要手段 有手段 他亲口承认的手段 要理由 有理由 朝臣们 惊耳听到的 皇帝召见她 是来问责的 她作贼心虚 干脆杀人灭口 没错 就是她 今日的这一切 都是她干的 这是个妖孽 这是个妖孽 看着四周人的神情 惊讶 惊苦 畏惧 他们已经相信 这是个妖孽了 杀了这个妖孽 杀了这个妖孽 不 不止这个妖孽 还有皇后 亲口承认 是自己招来 这个妖孽的皇后 还有静安俊王 他们三个 串通一气 害死平王 害死皇帝 高陵波 心内在咆哮 身子 一致不弱的颤抖 皇后 撞眉说道 高大人 在说什么呀 小儿 赌气之言 也能当真 高陵波冷笑 独气之言 这也就是皇后 你的随口自认之言罢了 大胆 皇后树梅喝道 陈少爷开口呵斥了 高陵波 无理大胆 对着二人的呵斥 高陵波没有丝毫的畏惧 看看其他人吧 看看他们一个个躲闪的 忌讳猜忌的眼神 怀疑的种子 已经生根发芽了 这样的妖孽 没有人敢留着 这次能劈死平王 气死皇帝 谁敢保证 自己不是下一个 高陵波没有认罪 或者反驳 而是问道 敢问皇后 太后娘娘何在 反驳并不是她的本意 她的本意就是质问 一击命重 绝不恋战 皇后说道 太后娘娘还在病中 陛下和平王都是至亲之人 再加上 前十小皇子出事 太后已经悲伤得不能自已 此事本宫不敢贸然前去告知 不敢告知 是不告知吧 看看这理直气壮的样子 皇后我皇后 真是小瞧你了 高陵波心中冷笑 陛下和平王是至亲之人 太后为人母 为人祖母 失心之痛 可想而知 但是太后又不仅仅是为人母 祖母 她还是太后 一国太后 国君有难 太后临政 容不得己伤 也容不得人阻拦 高陵波树梅 目光看着皇后 阻拦这个词 让在场的人的视线 又落在皇后身上 果然不错 这样的人 的确是能逼得皇帝 退避后宫夺起来的 看着这进门后短短几句话 就将一场意外 变成了一场阴谋 将她 将皇后 数为众矢之地 成交娘不由点点头 有人再后碰了碰她的胳膊 成交娘的侧脸看去 见静安俊王 有些疑惑地看她 意思是 你笑什么 成交娘勉了勉嘴 表示 没什么 这边 高陵波的贺声 还在传来 谁人敢促拦 她竖眉 目光又转向在场朝臣 陈上 你要助拦吗 有太子 太子执政 但 现在 别说没有太子 就算有 那个太子 也已经死翘翘了 没有太子 皇帝病倒 依照惯例 的确该是太后 垂帘听政 看着陈少不说话 高陵波的视线 又转向其他人 她树莓喝道 黑腾 要出来吗 殿内 鸭雀无声 太后娘娘 驾到 伴着这一声喊 殿门推开 照脸拉开 被两个功夫搀扶的太后 身着大妆 急步而来 高陵波进宫这短短一刻 后宫之中 已经脱离她的掌控了 皇后神情并不见异样 低头 失礼迎接 高陵波转身叩头 她哽咽着喊道 娘娘 她这一动作 在场的朝臣们 也都跟着失礼 太后无视她们 竟直向卧榻而去 皇后失礼 被太后带着宫人挤开了 皇帝 太后颤声喊着 坐下来 放声大哭 满屋子里 早已被吓得 晋升许久的妃嫔 立刻跟着哭起来 太后哭了一刻 又树莓转头 看皇后 皇后 为什么不告诉哀家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哀家 皇后神情并无慌张 再次失礼 她喊泪说道 臣妾 不知道该怎么跟娘娘说 这话说的 真理直气壮的无耻 太后瞪眼 对这么无耻的话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质问 皇后一面俯身 一面哭道 臣妾 是怕娘娘受不了 陛下 已经被气急如此 贵妃娘娘 也已经不能自知 臣妾 不知道 也不敢去和娘娘说 臣妾不敢 贵妃癫狂 又被高凌波打晕的事 也不过刚发生不久 在这里半步未动的皇后 也知道了 可见 这后宫之中 果然尽在她手中 高凌波看着皇后 心中冷笑 太后恨恨看了她一眼 抬头喊太医 她颤上问道 皇帝 到底怎么样了 太医妹上前 将病症细细地讲来 听得说 皇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就是醒来 能否有知觉也是未知 太后再次大哭 天哪 天哪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这不是在做梦吧 娘娘 娘娘 姐 高凌波的声音 在一旁响起 让太后 恨不得昏厥过去 一了百了的念头散去 不行 高凌波派来的人说得对 等着她昏厥过去 一了百了的人多得是呢 她怎么能让他们如愿 太后猛地喝道 承使 是 承娇娘上前一步 失礼应声是 你不是非必死不至吗 现在怎么不至了 陛下如果醒来的话 并不是必死 民女 治不得 陛下如果不醒的话 此种风急 重症 民女不会治 当时 师父 没有教过 总之 不管 醒还是不醒 她都治不了 为什么 偏偏不教这个 承娇娘 看着卧榻上的皇帝 很简单 父亲是不许她 救治这个皇帝 救治这个 命中注定 要在一年后 离世的皇帝 太后 一派激案 荒唐 你自然 治不得 就是你 处心积虑 害平王 害陛下 此言一出 满殿的人接惊 静安俊王迈步出来 喊道 娘娘 你给我闭嘴 太后喊着 目光 狠狠地盯着 承娇娘 她伸手一指 来人 拿下 拿下 殿外的侍卫 顿时涌进来 高凌波 恶狠狠地 看着承娇娘 眼中 闪着疯狂的光芒 想知阵地下来的情绪 此时难以自知 手和身子 都在颤抖 拿下她 拿下她 斩了她 斩了她 娘娘 陈少爷 站出来喊 一面喝止侍卫们 大胆 皇帝 不行 你们这就眼珠无物了吗 哀家的话 就没人听了吗 那要看 是什么话 有声音 毫不客气地说 这个声音 让殿内的人都一震 谁呀这是 可真是敢说 先生看去 见站在人后的一个高大男人迈不出来 张纯 又是他 高凌波心跳如雷鼓 太后喝道 大胆 你 你是说 哀家说的不对 张纯 毫不客气地回道 难道娘娘 说得对 做得对吗 高凌波 怒目喝道 张纯 血毒太后 乱朝一 玉石何在 呸 玉石何在 看不到你这数字乱朝一 数字 这混账东西 张口就骂上了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站着看人模人样 张口就是骂人 也不知道大儒的名头是怎么狂来的 不待高凌波再说话 张纯就看向太后 他怒声喝道 娘娘这样做 是要治天子 治平王与不仁不义 要让陛下 要让平王为大奸大恶之 身为朝臣 受天子恩 如果不治之娘娘 才是眼中物 不中不孝之徒 胡说 胡说 哀家就是为了陛下 为了平王 才要拿了这妖孽 平王被雷劈了 被雷劈了 天也 天打雷劈呀 他是要一臭万年 连平王封号都不能留的呀 死都死了 还死得这样 天也 不行 绝对不行 他不是被天雷劈死的 他是被这妖孽 害死的 是被害死的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平王的名声 才能保住皇家的脸面呢 张纯树梅说道 娘娘 难道你忘了 潘江县 日食妖僧事件了吗 潘江县 日食妖僧事件 太后微微一正 虽然这件事 没有发生在京城 但也是由于 成娇娘名声响亮而流传 宫里的妇人们 自然也知道 再详彦